TWX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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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介绍一下HZ JQ N1B 这个介枪 首先我们从侧盖打开 这个电源的插口 这个电源的插口 插好之后 我们打开这个 仪器的手套 才能看到我们这个图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 仪器的保护盖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测射区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弯头 首先我们还是进行这个 烘焙测试 来压定这个仪器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将这个弯头按这个角度 摆放好 然后盖好盖子 打开电源开关 看一下我们这个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设置键面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设置键面 第一个设置键面 然后还是 我们将这个 最大速度电压 设置为80千伏 然后其他的 进行任意设置 像我的话 就现在设置的 时间是任意的 然后这个测试 然后测试 设置键面 然后测试 设置键面 然后测试 设置键面 然后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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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可以升到这个 80千伏 证明这个测试 基本上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不需要 每次都进行这个测试 然后我们还是 然后找到我们这个测试杯 然后完成这个 样品的测试 这个是我们的测试杯 实现的是一个 空杯的状态 然后这是代测油样 还有这个是我们的搅拌紫 我们先要冲洗的杯 找到我们这个面 拿着搅拌紫 用这个代测油样 冲洗搅拌紫 和电击头 然后留到杯里面 大概倒到这个油杯的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然后我们现在完成这个 冲洗油杯 可以冲洗的这个杯壁 冲洗完成 将我们这个测试 倒掉 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要重复2到3次 才能保证这个实验的精准度 然后最后一次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将这个油 沿这个杯壁道路 减少气泡的产生 然后摸过电击头1厘米处 倒入这个油 这时候这个油距离上杯也是大概1厘米 然后我们随后放入这个搅拌紫 然后我们将这个样品放到器器里边 然后我们拿着油杯过来了 打开上杠 将这个弯头装好 放好之后 将油杯放入 然后盖好这个盖子 然后我们选择测试 完 我这个设置的是一次测试 打一次有样之后 就可以出这个 我们还是就 进行那个等待的时间 然后直接点试 确诊跳过 开始测试 然后一次就完成了测试 然后一次就完成了测试 看一下这个测试结果 然后这个是我们刚才的空杯测试 测试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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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